之前我从来都不敢这么想 也不敢说去做这个尝试 不是相信我吗 三四米 我指哪里打哪里 把眼睛再看 领着我的枪卡 我想当兵就要在最艰苦的地方 我觉得西藏就是最艰苦的地方 明定 要鼓励挑战 就想磨练自己 我也想让青森多一点光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两个气 然后按照原理盯住 盯住你的目标 让黄百林不敢激发的一个主要原因是 他手上的冲锋枪 子弹出塘出速可达每秒910米 百米之内杀伤力巨大 加上他采取的又是难度较大的荔枝射击 一旦身体轻微晃动 空枪不稳 都有可能出现枪口偏离 导致物伤阻伤 导致物伤队友 然后总是偏 就不敢确实 将目标把放在特战队员中间 模拟的是爆孔分子劫持飞机时 藏匿于人质中间的情况 特战队员必须要在极短的时间内 一枪置底 多由于一秒 都会导致人质和队友的伤亡 射击看似有些疯狂 却是对特战队员心理素质 射击技能的综合考验 他们来 不着急 我打劫持人质牌 一样 不要紧张 我相信可以的 其实 黄百灵之前的射击水平 一直十分过瘾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他在这次射击课目中 变得如此犹豫呢 作为入伍六年的老兵 黄百灵一直是 战友眼中的训练兼兵 怀着对高原的向往 他去年主动申请来到了西藏 我想当兵在最艰苦的地方 我觉得西藏就是最艰苦的地方 就想磨练自己 让自己的人生更精彩 让自己的青春 就是等那么在消无声息就走过去了 我就想让青春多一点光彩 两个多月前 黄百灵来到了反截级中队 面对如此高难度的射击 他很难突破自己的心理障碍 因为旁边站的毕竟是 自己的两个战友 就害怕不注意的 或者自己的不经意 不小心 或者精力不集中 旁边即使站的两个战友 又何妨呢 你的注意力是在中间 你的注意力是在目标 你还有精力看两边呢 更让队员们感到焦急的是 总队的综合演练任务 马上就要开始了 如果不能融入现在的训练 他很可能会拖大家的后腿 踢 牵个手上 踢他 来一共来 还有头盔 再给你们拍子 好 让你感受一下 这个群众都站 相信我吧 想意 体验一下 是 站好 别动 为了帮助黄百灵迅速打消心理障碍 尽快建立自信 老班长建议他站在目标吧旁边 充当人质 帮助黄百灵迅速打消心理障碍 老班长余柱入53年 一直就在反阶级中队 尽管小队长黄百灵十分相信他的实力 但自己距离把牌只有30厘米 心里还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把眼睛睛睁开 谁叫医病上的 盯着我 盯着我的枪口 四发子弹 老班长弹无虚发 这让黄百灵之前悬着的心 才终于放下了 那么他的射击表现又会怎样呢 要紧张 紧张什么 在那里已经起了 准备 由于还是担心射击时万一出错 伤到队友 黄百灵还是放弃了这次射击 他还是无法突破自己 这让老班长余祝和战友们都有些失望 甚至开始有些怀疑 他能否带领小队完成总队的综合演练任务 那么 这位大家眼中有点缺乏自信的小队长黄百灵 该如何做出改变呢 他作为一个新来的一个牌长 要想我们信任他 他要具备一定的能力素质 最后要把我们些个新老队员融合到一起 才能发挥效益 这当中他是要下很大的功夫的 黄百灵也很自责 他明白只有更快适应新的环境和任务 积累经验 才能真正在指挥管理岗位上得心应手 也更让战友们幸福 但随着训练的进行 一个个新的问题又接踵而来 在这一天突入机舱搜索射击的训练中 队员们要在极短的时间内 对隐藏在乘客中的恐怖分子进行试笔 发现目标后 队员们不但要快速反应 还要在狭小的空间内一枪毙 对刚才的训练 老班长一柱憋不住又要说几句 李班长 我来看一下 觉得这个 这个点位手和这个盾盘手 这个火力 释放成功 李飞 走 你刚才干什么 报告 我发现目标最快 我可以实施疾病 你是准备疾病吗 准备疾病 你前面是哪个 尽管队员们全部都支持 老班长于柱的说法 但黄百林却并不同意 我觉得稳扎稳打一步一步推 既有利于保护人质 也有利于保护我的队友 但是你拖延了我这个 整个队伍处置反节的时间 反节级作战 从发起攻击到战斗结束 只有极短的时间 任何一个环节的拖延 都会对整个作战任务 造成很大的影响 从实战上来讲 老兵一助快准狠的方法 更有利于快速解决战斗 保证人质和特战队员的生命安全 而这次小队长黄百林之所以指挥失误 除了经验不足外 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复杂的环境中 不够相信自己和深厚的队友 压力很大 我各方面的经验也不是非常充足 然后在小队里面也并不是达到那种 我说什么大家都认同 我说什么大家都认可的那种程度 各方面经验相当的 相当欠缺 然后现在就在队里面也看得出 下面队员对我的那种态度 然后就是不太认可 自己心里面也特别难受 参加总队综合演练的时间日益临近 小队各项课目的训练 还在紧锣密鼓的进行 黄百林该如何树立威信 又能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呢 掩护搜索射击 是模拟反截击作战中 机舱内的掩护搜索射击 与一般的固定射击和移动射击不同 这种射击训练 是在两名持冲锋枪队员的 射击掩护下进行的 在这个过程中 中间的两名队员持手枪搜索前进 发现目标并进行射击 这个科目可以帮助特战队员 突入机舱搜索射击时 快速掌握快准狠的方法 对小队长黄百灵来说 是一次难得的建立自信 突破自我的机会 你怎么打的呀 打这么慢啊 我打的就是 力求稳一点 然后的话 就是尽量的去 集中那个 看你这个弹子 东一发西一发 我给 稳吗 刚才啊 小心 十几发弹已经打完过后 你还有六七发弹没打完 等于说战斗已经结束了 你还有六七发弹没有冰重目标 你让恐怖分子有更多的机会 去干更多的事 危险的因素 可想而知 心里面紧不紧张 你害怕吗 心里面不紧张 也有了 不用掩饰什么 是吧 我们这个 要不再来一栋 走吧 步枪在身后射击 带给人的心理压力 是巨大的 尽管在战友们面前 黄柏林说自己并不害怕 但其实还在担心 此生的安全 显得格外紧张 甚至这样被队友 推着前进 虽然说我的目标很注重 我就是把恐怖分子 枪就对到恐怖分子了 疫情想打了 但是当两边的枪想 咻咻咻的那种声音来的时候 我突然间有一点迟疑 会不会伤到我 然后我会不会因为 自己的心理问题 然后又伤到我旁边的队友 自从入伍 然后再到军校里面 这些科目 我都没开展过 子弹就从这个 额边修的一下就过气了 突然之间感觉有点恐惧 其实就是有一点点害怕 但说明白了 就是不相信自己的队友 王柏林清楚地明白 自身存在的问题 也尝试了好几次 但他还是没有办法 把注意力全部专注在 搜索设计上 你是不是累了 你要是累了 让其他队友先上 你先休息一下 班长我还是不下气了 但我想趁热打铁 继续把这个问题克服了 我相信我自己能打好 我现在如果休息的话 刚才所体会的那个战斗过程 可能就会又忘了 要想在两边子弹 不停射击的条件下前进 王柏林必须要克服 自己的心理障碍 这组稍微好 那么一点点 我们再来一组 好吧 我在你后面 行 好 我不要怕 好 自高点准备 好 我们俩准备 准备 准备 走吧 看下吧 可以嘛 这没问题 这以前 它好多了 对不对 现在心理上 是不是一二都松了一口气了 感觉对自己有信心是吧 班长 那个我有个想法 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 把包针弹也用上 包针弹那个声音一响 然后我们的难度就增大了 增大了 这时候会不会又影响 对眼的那个心理素质 影响的设计一个设计水平 想法很好 很精确实 切心实战 刚刚才比较好的完成了 掩护搜索设计训练的黄柏林 却突然主动提出 要增加科目的难度 有啊 你快拿 搭配一组 是 这个还是比较让我意外的 他才刚接触这个东西 他会想到 用爆炸弹 这种 生和光 烟这种 环境来训练 他自己和队员 来吧 去把盾牌 把我来 是 吃个脸就位 这里了 准备 过去 虽然巨大的爆炸效果 模拟了更加复杂的战场环境 但队员们却都能克服干扰 他就开始打得很差 他想了很多办法 来克服自身的一些弊端 一些小毛病 然后达到了 达到了运行的目的 还是 我这个很佩服他 总队的综合演练任务越来越近 留给黄柏林他们磨合的时间更短了 对他而言 眼下最紧迫的任务 就是继续树立威信 消除大家对他的质疑 把大家拧成一股绳 带领小队做最后的冲刺 虽然来到高原时间不长 既能还是你的弱项 但是作为干部 一定要树立标杆 争夺第一 克服 自己的团板 明明没有 明明 战场救护客目 是总队综合演练的必考客目 伤员是一个重量达90公斤的假人 两人协作搬运 小队长黄柏林憋着一股劲 想往前冲 他很想通过这个客目 展示自己的实力 与队友之间默契配合 增强互信 这个撒土比较松软 一脚下去 基本上都已经没入到脚毁 二是这个坡度非常抖 没法着力 我们队员的体力消耗非常大 所以这个科目 还是具有一定的难度 刷死他刷了 干人队 老板长 这是你的战友 你能这样对待他吗 在战场上 他是伤员 你这种财法早就把他碎死了 知道了没有 一 二 三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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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人自己想办法 发挥你们的主观的东西 走 一 二 三 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原 阻挡在黄百林他们面前的 是一个大约七十度的斜坡 在这样严苛的条件下搬运伤员负重前进 是对基础体能和医治品质的严峻考验 放到我身上 你在后面这样吧 好 抱住一下 抱住上眼腰 抱住上眼腰 往上踩 往上踩 一 二 三 这个沙子你踩上去以后 然后它就会往下滑 本来你扛的甲人就比较重 然后你一踩下去 力就全部被卸掉了 一般都是踩一步 然后滑两步 很显示一下 别让它往下滑 一 二 三 好 很好 一 一步一步来 一步一步来 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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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想办法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 这步加速 不仅第一 不属于你们 成绩都不及格了 快点想办法不要勤 明白 小心丧员 小心丧员 小队长黄百林和队友 连续试了好几种方法 效果都不明显 这让老班长余祝 开始担心起他们 能否按时顺利到达终点 在这样的斗篷上 我们平时我们的特兰队员 这个在徒手冲刺上去 都很难很难 这样对体能消耗太大了 两个人的协作 是很难很难的 下手啊 拍手 如果再找不到 有效的攀爬方法 这个科目 小队长黄百林他们这一组 很可能会没有成绩 而更让黄百林着急的是 此刻他们的体能 已经快到达极限 太空开了 加油啊 排长 牙牙牙 坚持一下 加油 你帮我去 行不行 排长 行不行 没问题 睡一下 今天就是用手吧 我要爬上去 你注意我的鞋链 我的右脚 给我垫头 在两个人难以搬运的情况下 小队长黄百林决定 自己先把伤员扛起来 让队友稳住自己的身体 再前进 这对他的体能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大家 扛起来啊 抗起来 加油 加油啊 排长 排长 加油 排长 加油 如果这时候倒下了 自己作为一个指挥员 我想着就是一面 今后我在指挥上 也就没什么威信 我想就通过这一次 然后我想证明 下面的队友看 不管在什么时候 都能挑起重担 凭借着对胜利的强烈渴望 小队长黄百林 突然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 这也让老班长余柱 对他刮目相看 他绝对能坚持下去 他还跟我们小队 作为表帅 我也相信他的能力 最后的时间 咬牙到达顶端 还来不及调整 等待小队长黄百林和队友的 还有射击刻 不仅有固定目标 还有阴险目标 要在这边 六个目标吧 之前出场的队员 这个科目小组的最好成绩是 命中四个目标 小队长黄百林这一组的 射击成绩 打得怎么样呢 前半队员 前半 平外 一号吧 命中回脱 二号吧 命中回脱 三号吧 命中回脱 六个目标 命中五个 凭借着射击水平的稳定发挥 小队长黄百林带领队员 打出了好成绩 面对陌生且高难度的科目 让初来反阶级中队的黄百林 感受了体能 技能的极限 经过艰难困苦的磨练 从最初迟迟不敢开枪 到现在精准命中目标 对黄百林来说 这是一次意义非凡的转变 他用实力和坚持 回应了质疑 在未来的练兵场上 他拼搏的身影 一定会更加果敢坚定 勇往直前 再一次 在未来的练兵场上 他将冒险的重量 冒险中央 给了质疑 在未来的练兵场上 成为了质疑 修的颜色